三藩市的一間漢堡包店 在不夠一個半月的時間內被人包洩兩次 老闆希望三藩市市府有能力的人 可以站出來解決問題 尹俊浩報導 位於三藩市列治民區 伯波華街245號的Uncle Boy漢堡包店 在今年的8月8號凌晨被人包洩 閉路電視就拍到一名的賊人 完整地拿走玻璃放在旁邊 然後進入了店鋪 從收運機當中偷取了2000元的現金 另外店鋪也有接近1500元的維修損失費用 在事件發生後 店鋪不再接受現金支付 也在店門貼出告示向客人解釋 在這宗事件發生了一個半月後 在9月20號店鋪再次被人包洩 今次兩名的賊人打爛玻璃入到店鋪裡 而今次可能由於沒有現金的關係 因為賊人只偷了一個價值幾百元的喇叭就走了 菲律賓裔的店主John表示 從2009年在這裏開業到現在 店鋪曾經被人爆洩5次 全部都是疫情之後才發生 John表示已經在眾籌平台高分.me發起眾籌 可以給他安裝鐵集 他表示如果再沒有人阻止 情況會繼續惡化下去 他就促請三藩市市府正事問題 有能力的人必須站出來 The small business is the backbone of America But the backbone of America is breaking at this point with all these burglary and robbery So please do something We hope that you guys can figure it out soon 26台記者 運盡河報導 26台記者 運盡河報導 所以